探尋古佬失傳秘術 規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琦 第482章 林茂蟬 活埋追風瑤 上次提到我問林茂蟬 是否真的要跟追風瑤過夜 林茂蟬沒有回應我 回頭就離開了 林茂蟬 接著去了張宣網的房間 她正在門口 在我面前突然間人影一閃 追風瑤居然出現了 我竟然明白她所有身體都會適色地急煙之法 所謂的色地急煙就是指原神去過的地方 她閉上眼睛聚精會神 這樣就可以去到 她只靠著這個法術 這樣才可以用三角魔王 突然進入營練了屋裡 後來再偷走屍體 再去到後來 用原神駕馭了營練了屍體 然後突然出現在泡伏山上 追風瑤的出現令我嚇了一跳 還未等我開聲 追風瑤就說 黃德佬 我的手段如何? 老實跟你說 你們之前分析的都是真的 我不是什麼野差俗人 而且殺了營練長 但這個道理你無論如何都不能回頭 我馬上就問她 追風瑤 你讓我寫得明白一點 你今天晚上是不是真的和林茂蟬在一起? 你為何隔一千里那麼遠都要過來找林茂蟬? 為何這個道理我怎麼說都不能回頭? 追風瑤看了四周圍 她是趁林茂蟬不在那才過來 她還要避開林茂蟬 追風瑤跟著說 唉 反正你也要死了 告訴你也無所謂 我今晚確實和林茂蟬在一間屋裡 不過這個小女孩很生寶 好 借坐椅子上跟我聊天 我們聊得不知多開心 我過來找林茂蟬 是因為我需要找個飛天夜叉做老婆 這樣我就可以有個完美的身體了 你的道理說不回頭 是因為我懂念不強法 所有人都不會跟我爭取 不過林茂蟬說要活你 我看還是算了 不如現在我提前殺了你 免得你這麼受罪 這群人我會逐個逐個全部殺光 只剩下林茂蟬 不過我沒有對林茂蟬用什麼手段 是她自己生氣了你 我聽到不強法 即時所有疑慮都解消了 這個手段我也是聽老哈姆說過 所謂的不強法是蠻而邪術 又叫做硬藍術 是在北硬藍飛的時候拿他們的糞便 加上海燕血放在竹筒裡面 和一些生金一起燒四十個咒夜 然後得到硬藍粉 用口吞食這個粉 說話之後其他人就不會和他作對 所以叫做不強法 這個法術不是迷心法術 但可以令人改口 但我心就不知道 老哈姆之所以知道這個方法 我和暗山門江湖無關 因為在舊時候那些縱師識配這套藥 在公堂上講重詞的時候 那個軟官往往是沒有辦法辯駁的 所以舊時候有個說法 縱棍張頭鼠目空無點脈言語方堂 然而所縱之官司往往一堂而定過不去二堂 也就是說那個縱師想怎樣就怎樣 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不過這套藥即是有用於一些雞毛蒜皮的東西 凡是適合人命大安 就不敢用這個方法 因為舊時候抽權名錄也要皇帝豬批 一旦送到宮廷裡 聽不到重詩說話 這個方法就會失效 單案會打回州府 仔細盤柴起來的話 怎麼都會露出馬腳 而這個方法就不可用在孕婦身上 那是因為孕婦肚裡的胎兒有先天之氣 不會受到這個法術管制 所以韋六字之始終都沒有亂說話 我也不會受到這個法術影響 原因在於我就是當事人 就是為了一個來冤枉我 所以這個法術也影響不了我 劉向曼的症狀是最輕的 那是因為他曾經被雀勇迷心 身上又有胡術 所以他有抵禦的能力 張宣望彤何半仙本來就不知道追風瑤的所作所為 所以也不存在什麼和他作對的說法 即是是輕描淡寫的 追風瑤說什麼他們也說什麼 黃暗彤受到這個法術影響最大 因為他相片最清楚 而林媽媽對眼裡有黃光閃過 那是因為她天天聽追風瑤說話 聽得久了被這個法術迷著了 對眼裡會閃黃光 仔細想回頭 林慕蟬一開始時就對我耿耿於懷 看我不順眼 所以追風瑤對林慕蟬落這個法術也沒什麼用 那也就是說 林慕蟬從一開始時就站在追風瑤的立場上 去說話和做事 這個法術就影響不了林慕蟬 但林慕蟬為什麼一開始就站在追風瑤那邊呢 難道他真的喜歡了他 這件事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我聽到了一個令我很安心的消息 就是林慕蟬雖和追風瑤共處一室 但三更半夜一直在聊天 美其名約叫互相了解 難道林慕蟬真的要聽他媽媽說 回去雪山上嫁給這個邪惡的追風瑤? 但這些事我沒時間仔細想 因為追風瑤已經在腰上拿了銀針出來 針頭是紅色的 我知道那些一定是劇毒來的 無色無味 我看法很快都要無色無色死了 追風瑤跟著說 別想太多了 我送你上路吧 我馬上就說 追風瑤你等一會 你今天晚上剋殺了我 林慕蟬很有可能會起疑心 你知不知道林慕蟬為何會生氣我? 就是因為他相信我殺了自己的朋友迎連長 就算他認為我活該 但也不可以和迎連長一樣死得不明不白 你偷偷摸摸把我殺了 林慕蟬知道之後一定會生氣你 你還是光明正大些 當著大家的面子把我換起來比較好的 你說呢? 追風瑤拿著銀針想了一下然後說 你這樣說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不過我絕不會讓你離開 只要你離不了 我就不怕活不到你 一路說 追風瑤把銀針插進自己的腰裡 又從另一邊的腰裡拿出一塊牌出來 正是那個太陽會的標記 三足金污牌 追風瑤拿著一塊牌撥開我的衣袖 在我手臂上用力按了一下 我首先感覺到一會兒冰冰涼涼涼 然後覺得很辣手 接著聽到一聲 追風瑤在我手臂上辣了印記 就好像是他殺營年長他們四個身上 那個模糊的三足金污印記 這個印記有什麼用我就不知道 但由追風瑤的意圖來看 這件事應該可以阻止到我離開的 至少可以知道我去了哪裡 很痛之後我咬著牙問追風瑤 追風瑤啊 你就不怕我把這個印記給別人看嗎 追風瑤就說 我才不怕你給誰看也沒用的 我這個不強法不是什麼高明的迷心術 但簡單好用 而且我用了十幾年 不怕千招會只怕一招數 我一向很喜歡無聲無色殺了人 老實告訴你 就算我們不殺你 你也沒多長命 因為你用些蟲 枯化了蟲母的卵 北極蟲母不會放過你的 我們太陽會奉北極蟲母作為異王 整個太陽會也不會放過你的 還有那個叫柳向晚 我肯定也要殺了她 這個女孩居然可以抵擋不強法 臨走的時候還和我吹一間倉庫 我知道你們洗劫了雨仙廟 不過裡面那些東西 我們要通通收回去 你不用想去遊說你的朋友 他們不會再相信你了 我聽完之後終於明白了 柳向晚為何臨走的時候要吹一間倉庫 原來是為了保護那些黃金 當時柳向晚肯定不是為了守住錢財 而是為了要守住太陽會內的一些細節 創婦立後 那些碎珠亂瓦押著黃金銅 在月仙面拿出來的東西 一時之間很難找 在這時 張雪望的洞門一聲打開了 追風瑤聽見有洞靜 身形馬上閃了一下不見了 張雪望套著衣服打著哭露 身上懶腰 根本就見不到追風瑤 張雪望出來後 林慕善不敢出門口 他拍拍對翼 居然向夜空之中飛走了 我就不明白 林慕善為何彈簾飛走了 這個舉動令我覺得很慶幸 至少林慕善在下半夜 不會和追風瑤在一起了 張雪望走過來後 我就沒有跟他說剛才追風瑤來過的事 因為我知道說了也沒用 張雪望跟我一打照面就和 德錄呀 我是看著你長大的 你為何把人營年長殺死了呢 真是不應該呀 你不是那種人來的 我就沒有出聲 張雪望繼續和 他說 德錄呀 這小時 他們有些人還沒睡 再等兩個小時 我就放你走 我無論如何都不可以眼白白 看著你讓我們活埋 都不知那個小林是怎樣想的 平時見到你們兩個好地地 為何去到關鍵時 那個小林好像黏了線那樣 你知不知道我為何主動要求 後半夜過來看著你 就是想著後半夜把你放走 他們就不可以把我怎樣 畢竟我年紀都這麼大了 我聽到張雪望的說話之後很感動 雖然他也中了不強法 但還記掛著我的安危 還想著三更半夜把我放走 我跟他說 張大爺我都不想走 我如果走了的話 這輩子的聲明就沒有了 張雪望就說 哎呀德錄呀 你還這麼年輕 那些所謂的明星值多少錢呢 我買了一輩子的先生 人人都看不起我 我也是這樣過來 你走了之後就不要再回來 找個沒人認識你的地方留幾年 等這件事大家慢慢忘記了 你就回鄉了 不要再來暗沙門裡了 我聽到之後就跟他說 張大爺真的不行了 我寧願被他們殺了 過段時間後發現我是冤枉的 等他們後悔死吧 張雪望就很不明白了 他繼續說 哎呀 我說你這個小孩真是 我繼續對張雪望說 張大爺 我跟你說不清楚了 這樣吧 你如果真的想救我 今天晚上就把我手上的繩 改成生裂 然後把我的骨骼八獸狼拿到手 你放在身邊 如果我要用到的話 你扔給我行不行嗎 張雪望就問我 你還要殺誰呀 我就老實地跟他說 我只是想殺了追風瑤 張雪望馬上擺手兼領頭 不行呀不行呀 人家是個這麼老實的年輕人 不能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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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張雪望這話說話 是因為做我的不強法 那我沒辦法了 因為他腦裡是不能轉彎的了 於是我又說 那好吧我答應你不殺追風瑤 但我怎麼也有個賺錢的辦法 所以你還是要把骨骼八獸狼還給我 張雪望露了頭 然後說 如果你不殺追風瑤 我就可以把骨骼八獸狼還給你 當時我們倆商量好 張雪望重新和我綁了一下 留了個生裂 我習慣了站柴火堆睡覺 去到後半夜勉強背了兩個小時 去到第二天一早 黃金彤就下山租了一部大的麵包車 又將我在雪上解下來 進入那部大麵包裡 大家都上了車了 昨天晚上也不知道林慕蟬是何時回來的 跟著一路我們去找徐家廟 在路上林慕蟬負責指路 黃金彤開車 我就一聲都沒有出 我就不明白林慕蟬要把大家帶去哪裡 總之就是徐家廟的方向 追風瑤坐在副駕駛位上 頻頻轉轉去看林慕蟬責 她的樣子都很懷疑 最後林慕蟬責指揮黃金彤 在一座山上找到一間爛廟 林慕蟬叫停車然後就說 營年長給我的地址就在這裡 大家下車後 林慕蟬轉到那間爛廟的後面 指著一個坑對黃金彤就說 就在這位置換了黃德綠吧 黃金彤也很疑惑 她跟著說 什麼我們不是過來找營年長嗎 林慕蟬就說 不用了先換了黃德綠吧 大家即時都疾住了 發生牛頭的樣子看著林慕蟬 林慕蟬在車裡把我撿出來 推到坑邊然後就問我 黃德綠 你有什麼遺言快點說吧 我還哪裏有什麼遺言 我都嚇到傻了 林慕蟬現在完全瘋了 大家一齊來到坑邊看著那個坑 有一米多深兩米多長 在坑底有一塊木板 坑兩邊全部都是浮土 好像是昨天晚上剛剛滑的 追風瑤這個時候都站在坑邊上面 就站在我左邊 林慕蟬看見我不說話 她就說 既然你沒有遺言的話 那就請 那個請字一出口 林慕蟬在我身後面 實驚無神抬起右腳 一腳將追風瑤踢進去 追風瑤跌進坑裡 達到石板上面 接著見到追風瑤趴在石板上面 好像觸電一樣 整個身體不停在抽速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您的收聽